副刺 若未来世诸众生等 谁不为求禅定智慧出药之道 但遭种种众恶 贫穷困苦 忧恼逼迫折 亦应恭敬礼拜供养 回所作恶 恒常发愿于一切时一切处 秦心称颂我之名号 令其自成亦当 诉托种种衰老 舍此命于生于善处 这地方啊 这个经文啊 大家看都懂 但是啊 你重点常常会忽略到 我们跟你提一下 经文第一句讲 未来世诸众生等 就现在的我们 谁不为求禅定智慧出药之道 这讲得很清楚啊 你想要处理三界 两个东西一定要有 就是禅定跟智慧 所以禅定跟智慧并在一起的时候啊 它不是两个 它是一个 这一个啊 中国人就把它叫做子观 有子就有观 有观就有子 假如只有子没有观 那不叫子观 所以我们讲三子三观 怀眼啊 有叫怀眼子观 怀眼子观怎么修 那你就要来修怀眼子观再讲 所以在这里只简单的告诉你一个问题 就是子观是一不是二 同样的你只要修禅定 只有禅定没有观的部分啊 那就不算 那叫外道禅 那问题是你在修子观的时候 是子观同时修 还是分开只修定 没有修观 这个在指导上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修行的时候 它有三个东西 你要弄清楚 第一个叫圣的行法 我们讲普贤圣有普贤圣的行法 那是大自然存在的状况 那你是超级上根气的 你直接就让修就好 没人家你就会笑 那你就修圣的行法 第二个是经的行法 在怀眼经讲得很清楚 你照着怀眼经会修的 那可以 目前这种上上根气的人 还没看到 那另外一个叫做上根气的人 那就是按照中的行法来 每一中每一派 每一个大德啊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在教导行者 那你要跟他学 那你跟谁学 我不管 要到我们这里来 那你一进门 我们就开始 告诉你要怎么修了 今次怎么分的 这我们都交代很清楚 那你在其他地方 我不管不到 那是别人家的事 那我们家 我们的中派 你一进来 就修普贤心普贤行 所以一开始一入门 一皈依 这个就卡下去了 所以在皈依的时候 我们有皈依的办法 大概你搞不清楚了 一般的皈依就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碗滚蛋 回家去睡觉了 那下面呢 下面 下面是胡 跟他有讲 我也没听 那就不一样 那个是 民间信仰拜拜一样 有拜有保余 就是这样 但真要修行的话 那不一样 我们皈依的时候 第一个就十三条 一条规定 你就一条一条来做 这十三条给你 是给你自由选择 你要精进不精进都可以 宗教没有强迫的 就告诉你 你要修你就自己上来 你不修你就自己走 就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弄清楚 教 我们绝对会教你 那你要不要 你求不求禅定智慧 书要知道 那是你的事啊 那个你的事完全在于你的修行态度 记得这个原则 修行态度由你定不是由我定 师傅你看啊 我是不是当机重啊 那是你们老的事 师傅说是当机重也不好 因为你的态度不是当机重的态度 是当机重的态度 有当机重的状况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不在师傅这边 你说我是当机重 你怎么不把我当当机重 那是你的事啊 因为你是不是当机重 不是讲的算 是你的态度在做决定的 你要留意到 这个不是谁跟你定的 是你真实的状况 真实的状况 我们在各地啊 几乎都有这样的同修 可是我们的常观 是非常迷人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急着要来 就天天在吵 我是老同修 我几十年了 为什么不给我参加 你要不要参加是你的事 你那么急没有用 就有同修啊 人家请他参加 他说哎呀 我没时间 我没时间 他不是没时间 真的是他没钱 没钱不要紧啊 我跟你讲啊 可以怎么方便 怎么方便 他说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不要给人家布施 我要自己克服困难 几年以后啊 他克服困难了 每个月啊 善吃减用啊 存一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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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存一直存 所有年终奖金 全部存下来 这个孩子啊 一定成功 我们现在是三十岁以下 这个人啊 他即使要超级精进啊 我们也都会保送过关 因为他的态度正确 你知道吗 你态度不正确啊 想尽种种办法 没有用 因为修行这个东西啊 是讲你的心 前面讲的自心 这个心没有的话 你不用讲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 你是不是不管 但是 这个是 真的讲修行 想修行的人 你真的要面对的 第一个课题 好 那么你当然讲一次讲啊 事实上没有啦 事实上没有啦 我常跟各位讲 有一次啊 一个同修啊 全家人 跪在大太阳的 那操场中间 我从那边走过去 那是谁啊 跪在那边干嘛 我叫他们过来 喊大声讲喔 事物不敢过去 我说 什么叫事物不敢过去啊 你不敢过去 我过去好了 我就过去看 我说你们怎么了 那事物帮忙 我说事物帮什么忙 那两夫妻 带两个孩子 跪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了 请事物帮忙 我说好啦 帮忙了 起来 在这里不帮忙 到里面去 我又带到办公室啊 教务处去啊 我说到底什么事啊 那我高考 连考几次都没有通过 没通过再用工就好啦 那不 事物 今年一定要帮我通过 我说好啦 帮你通过啦 他说我要做什么功课 要考试嘛 我要做钥匙经 无效 我说谁说无效 你都还没做 我每年都做钥匙经 就无效 我今年有效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问我啊 我说有效啊 好啦 考试前一个礼拜又来啦 师傅一定要帮忙啊 我每年都差0.5分 1分这样 我说啊 今年通过啦 真的你一定要帮忙 我说好一定通过 保证前三名 前三名 好啦 放棒的时候 第三名 变成我的灾难了 因为他考上第三名啊 同样钥匙经 原来他做的无效 现在我跟他讲 要考上第三名 那 那就我的灾难啊 我在去奖金的时候 就一堆人排队啦 师傅帮忙 帮什么忙 我考试都不及格 那算了 面啦 因为都是他带来的 我说你们要问喔 弄清楚喔 红包里面包200块的 都可以回去 不用问啦 因为给你考上也只200块而已嘛 那你考上有用嘛 所以回去啦 不用啦 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因为你的态度嘛 你想想看 包200块喔 你就要能考上 你想你要怎么考上 我跟你讲你会听吗 因为你不尊重 你要留意到这个问题啊 现在你修行也是一样 你尊重的程度在哪里 这是很重要 但是虽然你是 互相互败的 就下面讲啦 不为求禅定智慧 就是要知道的人 就是修行态度啊 很不好的人 但是他总是世间人嘛 对不对 但遭种种重恶 你会遇到种种困难挫折 贫穷困苦 忧恼逼迫折 你是这样的人 为了三餐啊 都搞不好的人 你要怎么处理三戒啊 对不对 那个即使在很痛苦的情况之下想修行啊 他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断烦恼出三戒啊 不是啦 他只是希望有饭吃个饱就最要紧啊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这里啊 你也应该啊 恭敬礼拜供养 为所作恶 要忏悔你所作的恶业 恒常发愿 要常常发愿 于一切时一切处 情心称颂我之名号 它很简单 地藏菩萨这样讲 你有什么挫折困难不要紧 你要解脱不解脱都不要紧 你只要有困难想要悔改 远离痛苦啊 那你就念我的名号 他有一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 悔所作恶 你忏悔你所作的恶业 恒常发愿 你要发愿谁死谁地 一切死一切处嘛 这就是我们教你的啊 用地藏菩萨圣号填满你的生命空间 有没有 你说啊我今天又忘了 那是你的事情啊 对不对 你忘了你要跟谁讲啊 已经教你了 谁死谁地 用正念填满你的生命空间 而这一会里 地藏菩萨亲自告诉我们 用我 南无地藏菩萨摩佛萨的 这个圣号填满你的生命空间 古代没有这个词 用正念填满你的生命空间 是我发明的词 你怀疑不怀疑是你的事 他这里古代讲的是 于一切死一切处 那不得一样吗 对不对 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 填满你的生命空间 你就不要打妄想 坐在那边白日梦 想到老暖 对吧 你何不这样好好念个地藏身后呢 少跟人家闲聊嘛 少做白日梦嘛 那这个效果会产生 他讲啊 秦心称颂我之名号 令其自成 你自己要不要要求你自己啊 亦当速托种种衰脑 舍此命以生于善处 你可以很快的离开种种衰脑 这个词你大概不懂了 摔是指你现在很好 逐渐往下走叫摔 脑是有烦恼 现在很多人啊 福报用尽了摔脑就来了 你还有福报的时候 人家讲什么你也不听 因为你的都对 可是摔脑一现前的话 你就有一种感觉 现在我说不好 人不会听 有没有 这个就是摔脑的现象 你要怎么样子 速托种种摔脑啊 成年地藏菩萨 当然他这里头还有前面 这个经要送 颤要拜哦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 你这个资粮道脚有 我们跟你讲 结界工程的那个基础做好以后 那只要念圣号就可以了 你那结界工程没做好 这个结界工程是三年啊 我跟你讲 投机取巧的方法 大杯做的是两个月啊 你说能不能快一点 我会给你标准答案 去试好了 三年把你说到两个月 你还说可以更简单吗 那不去试就好了 很快啊 没有那回事啦 这是最起码的 而且越短的 它所要求的条件是越严格 你要知道 越严格 你要知道 所以你这个要怎么做好 别想投机取巧 天底下没有投机取巧的事 你怎么不能跟你孩子讲说 哎 算了吧 你别爬了 你老爸已经爬过了 那你就赶快跑吧 不可能 他一定要经过那些成长的过程 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你不用急 每个人都一样 一定要走过的 这是第一个 附带跟各位讲 你即使不是真的要修Moksha 这个法门 Moksha 的这个法门 那也可以在圆容道中 让你获得很大的利益 那你就看着办 覆次 再讲一段 未来之时 若在家若出家 诸众生等 欲求受清净妙界 而先以作增上重罪 不得受责 亦当如上修唱回华 就说你现在不管是在家出家 想要受很好的戒 那么在受戒之前 又犯了种种重罪 所以你现在要受戒 你可能会欺骗 问你有没有做 你说没有 没有 事实上有做 这个时候受戒 不得戒提 那么 这是从真实面讲 你自己必须真正的 忏悔 这忏悔是很重要 因为果报还没现前 赶快忏悔 你不要等到果报现前 才那边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要先行忏悔 所以他说你不得受戒 这已经跟你讲清楚 但你会隐瞒 隐瞒的就无效 那就没用了 你可以装作弱无其事 但你在法界外 不在法界内 所以这里讲 要修唱回法 像前面所讲的唱回法 令其以至心 得身口义善相仪 其应可受 所以这个忏悔法门 前面的资量道 这个三年的资量道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一个资量道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要跟你补充的是 受戒很重要 你说受戒有什么关系 我不受不是一样过日子嘛 是没错 那表示你根本无心 进行生命的改造工程 因为要进行生命的改造工程 是要进入灵性的世界里 灵性的世界里 那昨天我们跟各位讲 要进入灵性世界里 你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五四身相应地 转为一四身的相应地 这个转不过来 你的一切修行 我可以跟你讲白修 白修 你不相信 你会说我不要跟你修 我就不白修 所以你叫黑修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黑修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修出成果来 是因为你用五四身 用五四啊 五四跟外面沉静 五沉静界相应以后 就产生了沉静 沉静啊 在跟你的意识相结合啊 就变成综合法沉 这综合法沉你就没办法修了 你必须回到单一法沉才有可能 那你要回到单一法沉啊 你就一定要经过这个转化 才有可能进入单一法沉 所以为什么只有一四身相应地 而不是五四身相应地 就把五四的沉静给除掉 你剩下来 虽然也用大脑 那个意识啊 是单一沉静 单一法沉 所以你要好办事 修行才有可能 只有在单一法沉的情况中 你才有可能维持静观 或者达摩祖师所讲的闭观 那种静观啊 静是静止的静 那个静观能够成立啊 那你才有可能寻视 你假如不能静观或者闭观 墙壁的闭啊 心像挂在墙壁上一样 这种本能没有的话 你所有的修行都在杂湿妄想里面 所以跟你讲无效 我不是说你跟我学才有效 跟别人学无效 因为你要跟我学 我这个地方是一个关卡 所以你要进来的这时候 给你一个名号叫人可 人可及的心法证授 为什么忍呢 忍着说好吧 所以是要忍可 那么你这一关经过真正的训练 大概要三年你才会过关 三年过关这里头很多工程要做 那个时候过关的时候叫做 认可 认可 认可啦 不是忍着啦 认可 认可 认可以后你就可以真正的修行 而那个时候啊 师父要带你啊 就轻松了 师父带你最痛苦的时候 就是前面这三年 因为这样子 你很厉害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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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以偏概全先入为主 我跟你讲 有这五个东西哦 师父都别讲了 师父一讲哦 你就 人家说 嗯 可是 还有 我有 但是 这一大堆出来哦 你还没晕啊 师父就晕了 那 怎么骄傲 不可能啦 所以 这个地方 最少要花三年的时间 师父必须有耐心的听你讲 师父一讲 阿妈 你等我讲完 你等我讲完 然后一讲哦 没有一个钟头还没讲完 你们没有遇到过啊 我遇到过那个字啊 写到我要用放大镜 才能看得到的 有这么有耐心的人啊 然后一写一堆啊 我实在看不完 然后呢 送来没到半个钟头 我根本两页都还没看完 他就来了 师父我写给你的 你有看哦 我当然也说有看啦 因为我确实有看啊 还没看完啊 然后他就开始了 你一跟他讲啊 他回去啊 又写一堆来 就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你怎么骄傲 到最后啊 他还没正亡 我就先正亡了 所以你的修行态度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必须懂得忏悔 这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五大拜比一摊啊 你根本就别想修了 所以你要先忏悔 忏悔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你真的忏悔以后啊 所造的业 它不会全消啦 用忏悔法不会全消 但是呢 大概消掉百分之六十没问题 等到因缘到的时候 那个业啊 你在修行中的话 那业会现前 但是有经无闲 它会转过去 那你要不在修行中的话 那业现前的话 你在生活中受爆 那百分之百跟你兑现 所以忏悔有这个功能 那你要把那业完全 彻底的生死重罪全部除掉的话 那就有透过修行 那修行要领就很重要 每个步骤每个步骤 这个地方告诉你 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受戒 你不知道 你受了戒 你就知道这个戒律 对你刑法中的 那个进化生育意液 有绝对的帮助 因为你生育意液的进化不够的话 你修行啊 会像唱片一样跳针 跳针知道吗 老是在那边循环 你一进去就又跳回来 一进去就又跳回来 这个东西最典型的 就叫做修行陷阱 修行陷阱最严重的就是通灵 起当 谁会通灵谁会起当 那你去看外面一堆就是了 那些都不是没修行的 都有修行 只是一进来就在那边 每次就叩叩又跳回去 叩叩又跳回去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单纯的 一致的动作 所以你要修行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没有受戒的必然现象 那么要受戒 你必须要能得戒体 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的障碍要清楚掉 那就要忏悔 关键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享有真友善之士啊 那你必须先把叶给参见 当然你造什么叶我不知道 你不要自我表白 你不讲我不知道 好我们看八十二月这一段 若比众生欲习谋合眼道 求受菩萨根本众戒 即愿总受在家出家一切禁戒 所谓色律仪戒色善法戒色化众生戒 而不能得善好戒师 广解菩萨法障 先修行者应当置心于道场内 恭敬供养养告十方诸佛菩萨 请为师政一心立愿 称遍戒相 先刷十根本众戒 赐当总举三种戒具 自恃而受 此意得戒 这是讲啊 你到了这个末法时代来 想要修学谋合眼道 谋合眼一般就翻成大圣道 谋合眼这个字的意思啊 就叫做真理 真理 你要求得真理之道 印度人是叫做永恒的真理 你要想追求永恒的真理 那你要求受菩萨根本众戒 以及愿总受在家出家一切禁戒 那也就是三律仪戒 色律仪戒 色善法戒 跟色化众生戒 你想要受这个戒 可是没人教你 没人指导你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说 你想学这些 而不能得善好戒失 就是广解菩萨法障 那么你要修行 那就要在道场内先拜唱 恭敬供养 就做后面讲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求 菩萨怎么来告诉你 指导你啊 那通通是跟我们前面跟你讲的一样 因为你的所向法甚啊 对不对 你所追求的 他就会这样现前 你自然就完全了解 谁来教你啊 这个 地藏菩萨 勤致来教你 但是你的基础一定要做好 基础一定要做好 这个里头啊 我要跟各位谈的是 你要想追求真理 为什么要求受根本重见 这没有关系吧 我要追求真理啊 你跟我讲清楚 我就得到真理啊 那你那个真理啊 叫做口头说说真理 不是真正的真理 你要追求真理它有两件事 一个是实践在真理的路上 第二个要对信真理 真理在你身上对信 这个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此啊 你要走在真理的路上 那么你的身 心 灵 有多少的障碍 你要先把它扫除掉 扫除 记得啊 这个跟身与意不一样啊 身 心 灵 上面的障碍 要扫除掉 那么第一个工作就是 色身的 身 口 意 这部分要先处理 你要弄清楚啊 身 心 灵 跟身 口 意 是有不同的 那么色身的这部分啊 要怎么进化 身与意业三个同时进行 身与意业的意啊 就是说身 心 灵的 心 你要留意到啊 这是有不同的啊 那灵就不一样了 它是更高层次的 所以你在进行的时候 就发生问题了 我现在跟各位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我用大脑思维逻辑 这叫妄想心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这叫妄想心 那我们要求的是真心嘛 请问你真心是什么 真啊 真假的真啊 心啊 跟妄想心同个心啊 真心是什么 没人知道 因为你也不知道 知道的人也没跟你讲 什么叫真心 没有啦 什么叫法身 那叫法身啊 法身是什么 那就是法身啊 我当然知道法身是法身 那法身是什么嘛 讲不出来啦 如来 如来是什么 如来啊 如如 如如不动的如啊 来来去去的来啊 合在一起叫如来啊 如来是什么 如来 你看你会分析吧 真如 真如 真如是什么 真如是什么 告诉你 你完全不知道啦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大家都学得很高兴 你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就是问题啦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既有妄就有真 这个没有错 那真就是不知道才要追求啊 所以你就欧白问 欧白问 你会一直问 问到最后很奇怪 你根本就没有答案 反过来别人给你欧白问 你也知道欧白问 这个就是佛法为什么 会从正法到相法 相法到末法 从末法到五法 五法又在乱法 就是这个原因来的 现在我们从修行来讲啊 你一定要去感受到 那个真的存在 这个菩萨界之所以重要 它在净化你身心灵的时候 你就会获得真心 你会获得真如 会获得如来 我不会跟你讲 因为如来是行而上 无极佛的总相关 叫做如来 所以你不可能那么快了解 但是真如那个东西 真心那个东西 法身那个东西啊 你在因地修情的时候 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因为没人跟你讲 你也感受不到 这个东西是一定要从实修中去体会的 所以我们在跟你讲说 激发元气 我不太喜欢用佛教以外的名词 可是这个东西佛教内没有这个名词 跟你讲说激发法身 我只有至少苦吃 你用法身被要怎么激发 所以我就要避开一下 对不对 我激发真如 我也不能跟你讲 因为佛教界从来没有人说 真如或法身要去激发的 那我要怎么讲 我现在只好借用 中国文化系统里传统的讲法 我不能跟你讲得很准 我要说激发三分七破 你大家都放弃 你知道吗 因为在历史上 唐朝那个时代 唐宋之间的时代 他们可以 因为那时候对于传统的这些东西 跟佛教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心词当中 他能够了解 而且在皇帝的面前 儒士道三家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儒家的人不用佛家的话 佛家的人不用道教的话 那么只要各说各话 儒家说儒家的 道家说道家的 佛家说佛家的 这个就使我们现在的人都完全胡了 它有一个好处 让我们发现一个东西 你看 儒家重养生 道家重养生 有没有 佛家重养心 有没有 都分得很清楚 但我告诉你 这三个是一体的 养生养生 养心 是不是一体的 所以今天我们弄到 所有佛教徒精进修行的 都变成破病 为什么 因为他不养生 也不养生 所以呢 他的养心好像修得不错 结果呢 弄得迷迷迷迷迷 为什么 生也不好 养生也养不好 你说他的心会多好 心再好也没用啊 所以痛的时候不敢说痛 要爱的救命 所以你要去拜访他 他说不要来 为什么 我包在棉被里头叫 这样人家才听不到 这个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因为你不懂得修行的全方位 这是我告诉你了 而这个求兽根本仲介 它有两个东西 它这里写的是三个 色律仪介 色善法介 跟色化众生介 色律仪介 跟色善法介是一个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句话 这么一讲啊 它就变成意识形态 你就善恶的东西出来了 其实不是 从修行的立场 不是讲善恶 是讲对你的身心灵 这个上面 有plus作用的 都是善的 凡是有minus作用的 都是恶的 你要留意到 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 要怎么从进化 身与意液开始 乃至于让你的身心灵 都能够存化 那这三条就很重要 所以这三条的前两条啊 我们叫自境界 自己进化自己的部分 对你的身心灵 对你的身与意液 有自己进化的作用 所以你要吃东西 就要告诉你了 吃了以后啊 对你的身与意液 有加分作用 身心灵有加分作用的 那都是好的食物 吃了以后 身与意液 有minus作用的 有副作用的 那就是不好的食物 那你就不要吃 好了 这就来了 所以在饮食上 我们叫做轻食 吃轻的 轻食啊 或者如素 吃素 这是有不同的 轻食的意思是 一天啊 要吃好多餐 吃素啊 是告诉你 一天一餐 或一天两餐 过午不时 或日中一食 它是指这个部分 而轻食是指 像 像 律中的道场啊 它是重视吃素 它重视的是一天一餐 或者 过午不时 早餐 午餐 过午不时 那假如轻食的 通常在餐中道场里 一天不知道吃几餐 它有十一支香啊 大概就十一餐 有十三支香啊 大概就十三餐 为什么 它吃饭的地方 其实是放在厕所的门口 所以你参加餐期就有一种 一跑箱以后 小镜赶快 就小便赶快 要去快去 别吵 去小便啊 顺便捏个小馒头 喝个豆浆 轻食不能吃太多 你不要吃到饱 吃到饱进来你就有问题 它就是吃的少 少吃多餐 好 然后就回来 你那么一口 小馒头一口 或者一口豆浆 大概撑两个小时 没问题 这支香下来 要再回去再一支 再下一支香 你再吃可以 它反正摆在那里 你自己吃 制度不一样 你不要说人家错 这些祖师大德不会错 一千多年来 大家都知道哪有错 好 这个地方啊 它是属于致敬戒的部分 另外一个色化众生戒啊 这个叫储众生戒 储众生戒啊 通常叫做律 律 戒律戒律 戒是管自己的 律啊 是跟大众相处要圆容的 你要留意到啊 戒跟修行绝对有关 律啊 未必跟修行有关 但是大家要共同住在一起啊 那个这个就有关了 不然你常常会制造烦恼 给别人烦恼 或给自己烦恼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啊 律啊 是指跟众生相处 你要怎么样跟众生相处得很圆容 这就关键处 那么通过这一种储众生界跟自境界啊 是在训练你的什么心量 什么心量 修行的三个陷阱啊 绝对不会跳进去 当你这个心没有发起来的时候 那第一个陷阱占百分之九十八 那个百分之二的人到第二个陷阱啊 百分之九十八又进去了 这两个没进去啊 到了第三个陷阱啊 叫做罗汉坑啊 又百分之九十八进去啊 那么你真的发起普贤心跟普贤行的人 这三个陷阱顺利过关 不会有事 这个就是中的刑法上啊 他一进门来就做要求的啊 经的刑法它是告诉你有这些 要修不修谁你 而经典是按照次第来的 圣的刑法是宇宙间本来如此的啊 你跳到陷阱里头去 你将来也会成佛你放心 将来啊你记得喔 将来究竟成佛 大概会在地藏菩萨之前成佛 你知道吗 地藏菩萨是什么成佛的啊 是众生度尽啊 大家都成佛以后他才成佛啦 你要是不发这个心啊 一修情就跳到修行陷阱里头去 你要知道地藏菩萨那一枝是一枪啊 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地藏菩萨那一枝都出来了吗 你啊 在地藏菩萨那一枝都出来了 在地藏菩萨那一枝都出来了 到最后啊全部都走了 地藏菩萨会把那些都摁起来 都看到干嘛 你躲在地藏菩萨那一枝都出来了 你躲在地藏菩萨那一枝都出来了 所以那时藏喔已经金石石了 他一定要一个一个清 我们认为无所谓这些都不管啊 其实你不会那么惨啦 因为你几次被修理以后 你就会比谁都精明 知道吗 所以这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没有的话 他在指的是 你这一期生命里头 所遭遇到的这个挫折跟困难 会使你受不了 使你受不了 你不会比观世音菩萨惨 观世音菩萨你知道吗 为什么十一面 他就是实在很惨很惨 度众生度到实在受不了 回去要跟他老师讲 跟阿弥陀佛讲 师父啊 这种生哪里这么拨抖 他就拨抖了 拨一个抖到共伞十面 后面就会变十面头 后面就会自己拨抖到十面头 就是要怎么办 你看看观世音菩萨说 这种生有到那种 抖到那时候分离 分离把抖到共伞 变十面头出来 你很难度没有错 那还有个观世音菩萨会度你 所以你会遇到的挫折跟困难 你会去突破 但是问题是你这一世的那个苦啊 就够你苦的啊 你不要看啊 那个苦的实在是不得了啊 你是没有遇到啊 没有遇到 刚才我看了这个黎月师姐啊 他现在就很苦啊 那天我请他到道场来 我说你怎么了 都是你害的 我说你打拨跟我有关系 你不是说修行就没有事吗 我说是啊 修行就没事 你又不修 我都照你讲的修怎么会变这样 你要知道啊 这个就是问题啊 你都照我讲的修 你有五大败笔笔在那里啊 我就搞不过你啊 你都专挑你要的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讲一句话 你不要以为你是老学员 师傅讲那么多我都很清楚 我都知道 知道不算 做到才算 你都知道啊 我跟你二十年了我不知道吗 知道不算了 因为这个禅关的东西啊 必须要你去超越啊 我就跟他讲说 你来参加禅修 这个病一次就过 他不相信 来也没用啊 因为他要用他的方法 你看农制师就好了 他那个叫什么 肌肉萎缩症是吗 帕金斯症 一次 常观 他会起来跳舞耶 他怎么有办法 那僵直性脊椎炎 这一类的 都有办法克服 你坐在那里 你都没叮咚 一个常观以后 为什么能够起来跳舞啊 还能打太极拳啊 本来要拿拐杖 现在都不用了 这是为什么 我不是在跟你推销啊 你别来啊 你要完全依教奉行去实践 你那边带着一个你自己的东西 你这个就无效 关键就在这里 你自己的那个东西要能够除掉 这个才能够教你 你装了很多啊 五大败笔的东西在里面啊 没有办法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行法这样修 你就老是 有这个经有 那个经有 这个有 那个出来 那就不用来 因为你不照这个行法 你是照你的行法 跟这里不相应 不相应 你要记得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段话 对佛教徒来讲 是很当然的 可是对一个行者来讲 你可能不知道 它重点在哪里 它是为了达到净化的目的 所以才跟你要求 求受菩萨根本重戒 你说我十五戒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求菩萨什么四十八戒 对不对 为什么要 没有必要吧 是可以不必要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超越嘛 留意到 所以这个是跟你讲 修行持戒上它的重要性 持戒目的是在净化你的身与意义 净化你的身心灵 而还没净化 你就会有障碍 在这菩提道上 尤其在禅定这条路上 这条路定功不能解除的话 就是说 障碍你定功 修行的这个因缘不解除的话 你别想有智慧 你只会有知识 佛学知识 因为那个智慧从哪里来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讲给你听 听懂听不懂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有讲的义务 当我们 假设你前面的条件够了 我在激发你元气的时候啊 你必须先净化掉你的邪气跟杂气 然后把你的元气啊 向最末梢的地方推进 推到最末梢的地方 然后从那个地方去 累积你的元气 这个元气啊 到达成熟以后 它会向 昆南尼尼 就现在讲的中脉的地方靠近 这个元气啊 跟中脉靠近 穿透中脉的时候 是元气跟正气结合 这个结合啊 也就是发生真乳 这种东西诞生的前兆 用我们世间的话来讲 叫做受精卵 传统的话叫肾胎 它开始产生 那么你一定要一直到 喉咙以后进入到大脑里面 这个时候才叫真气 真气就是真正的法界生命开始 就是法身 这个是修行中的东西 不是用讲的 我跟你讲也没用 因为你感受不到 你元气在哪里啊 有啊 我活着不就有元气吗 那个元气里头 夹杂子杂气跟邪气 你这个元气不存 要进化 然后才累积起来 从最最边际的地方 最末梢的地方 开始向你的生命中心 来累积成型 成型以后它会去找到归原的地方 那元气跟正气相结合 这个时候肾胎产生 所以保认肾胎从这里开始啊 一共有十八个点 你从第七个点开始 那前面六个点呢 你没有的话怎么来呢 所以你一个点都没有 跟你讲什么 有一句话 三个字 无撒撒 天都有啊 要撒没换掉啊 你说好 师父说到金光强强滚 我如果撒下去都没换掉 没效 这一定要修 关键在这里 为了使你的修行 得到应有的利益跟必然的成果 所以前面的进化 你要修行 所以你就叫菩萨 知道吗 这个菩萨的根本重界 就是最根本最核心的 那个原则要能够掌握得到 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核心的原则 就叫做界 菩萨界 你不要把菩萨界解成什么了不起啊 这个看你还是头一个要眯着 眯着什么叫偷看 是吧 睁开眼镜看不起是吧 为什么 因为你把意识形态化 那就不对了 它在净化你的身与意液 净化你的身心灵 那根本原则你要掌握到 所以下面才有讲到说 你要有这个诗 这个戒诗啊 来跟你称辨戒相 有没有 要讲这个 要不然的话你要怎么做啊 迹象就是什么叫戒 那根本原则 好吧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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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